关于神通的这个部分 很容易引起小我的兴趣 引来大家错误的解读 它其实是三叶额发展的一个复产病 哈喽各位美丽灵魂们 大家好我是Lamanda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接下来的几支视频呢 继续回到我们麦伦系列当中 这次要和大家分析的是三叶额 三叶额是大部分人对麦伦最感兴趣的一个麦伦 但是大众却对这个麦伦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误解 因此我大概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把所有关于三叶额相关的书籍内容都一直在整理 从全息宇宙论平行宇宙到心理学物理学等等 将这一系列的大的范畴了解之后 我才能够提供给大家相对来讲比较正确的三叶额的知识的解释 首先我们还是以一些问题作为三叶额主题的开始 你平时喜欢思考吗 你会关心树背后的运作规律吗 你对智慧一词有何感受呢 你有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习惯和倾向吗 你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忠实拥护者吗 你平时有自省和自我审视的习惯吗 你相信在你肉眼所见的空间之外 有更大的精神世界等待你去探索吗 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吗 你有合理提问的能力吗 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评价呢 你想把自己的生活最终推向哪个方向和高度呢 你有决心去发出行动去改变生活吗 遇到挫折时你心中的信念是什么呢 当你有负面情绪或行为时 你能意识到它对应你潜意识里的哪个部分吗 你能在大家都否定你的时候 依然信任自己感觉良好吗 如果你生活的方式和大部分人不同 你是否还是对自己的选择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感到舒适自如呢 你能感受到你内在那个度量外界事物的标尺吗 你能够辨别自己所接触到的信息源 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吗 在你的心中 有想过通过自己的独特天赋 为这个世界去提供服务吗 三眼轮 The Third Eye Chakra 又叫眉心轮 电蓝色或者是紫色 与松果体相关 主管直觉 精神 领悟力 独立思考和可视化的能力 三眼轮的实质是 把精神成长作为生命的目标 因为人的一生会经历或获得很多东西 但最后能带走的 只是灵魂的成长 当三眼轮平衡健康时 对事物会有深刻的洞见 头脑清晰 思维开阔 对自己正经历的事情很有觉知 高度聚焦于自己的人生目的和灵魂使命 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精神世界 能将想象力和意识结合起来 付诸于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上 能轻易地识别谎言 超感官觉知会增强 能够看到人体的光辉 Aura 色彩 前世及未来 甚至是任何形式的高级存用 最极致活跃的三眼轮呢 是能够通过现象看到本质 能够清楚地找到事物运作背后的规律 这基本上是科学家 物理学家 哲学家 以及瑜伽行者 开悟者所能达到的程度 当三眼轮是闭塞或者是不平衡时 会过度理智 悲观 会依赖外界的信息 做决定会依赖所谓的权威 而不是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提问的能力较弱 判断力弱 有颠倒是非之嫌 也可能会有思维混沌 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生活 在能量层面上正在发生着什么 同时也会影响睡眠质量 和大脑的健康状况 出现例如 失眠 噩梦 头疼 胡思乱想 过度思考等症状 三眼轮的关键词是IC 我看见 对应天人体 Celestial Body 这一层囊囊体 会流露出极为和谐的光芒 但有宇宙中无限的 无条件之爱和慈悲 人们在天人体流畅时 能够体验到精神上的喜悦 我们可以通过三眼轮 去获得资讯和智慧 透过现象看本质 了解事物背后的运作规律 也就是真理 不容易被乱象迷惑 干扰思考和判断 整个人类文明的构成 不外乎两个方向 一个是精神方向 一个是物质方向 物质养生 精神养心 精神虽无法用我们的肉眼看到 无法用手触摸 无法用尺子去度量 但是精神却是人类文明 诞生和进步的最关键因素 纵观中外历史当中的 关键转折点 人的精神性 人性的光辉 被凸显得格外夺目 人类的智慧 人性中蕴藏的爱 是人类这个物种得以 深深不息的关键因素 与三眼轮相关的话题和领域 是非常非常广 也非常深的 如光 色彩 超感官觉知 Extra Sensory Perception ESP 心电感应 潜意识 还有全新宇宙论 平行宇宙论 意识的产生 大脑的运作机制等等 这些都与人的精神性 也就是三眼轮的实质 有着巨大的关联 这些话题的专业性极强 很多部分都是现代物理学 医学 心理学 哲学等学科的科学家和实验室 正在研究和拓展的领域 我本人没有任何的 医学 心理学 物理学的专业知识背景 在此 只是作为一个研究员的立场 给大家一些方向性的分享 专业问题 还是要去看 对口专业博主的科普视频 不过按照我的风格 三眼轮视频中 所提到的理论来源 均有一些可靠的文献资料支撑 你确保在我的学术能力范围内 呈现较为客观和符合线形理论框架的知识内容 接下来是我挑出来和三眼轮相关的一些话题 由于篇幅较长的关系 仅分享三眼轮和他所涉及的话题 就会分为上下两个视频去分享 和三眼轮临视力相关的第一个话题是 光 light 在喉轮的意识层面上 我们体验到的能量的振动 是物质最根本的形式 振动会产生声音 而在第六脉轮 我们体验到了比声音更高更快的振动 光是电磁能量 光速比声速更快 光速也是有限的 太阳发出来的光并无法顺时抵达地球 而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 被人们所看到的 具体的光速大约为30万千米每秒 太阳和地球的距离约为1.5亿千米 通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知道 太阳发出的光抵达地球需要花费8分30秒左右 所以在这一刻 我们在地球上所看到的阳光 是太阳8分30秒之前发出来的光 光是电磁能量 肉眼的可见光只是整个电磁波谱中的一小段 我们清楚的了解 紫外线红外线X热线等等 这些不可见光都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在阳光下曝晒一段时间 皮肤会被晒红脱皮 过一段时间会变黑 这是紫外线对人体皮肤造成的直接影响 所以即便是肉眼无法捕捉的不可见光 也时时刻刻充斥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肉眼所见的世界 并不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现象 人类的肉眼视力范围是有局限性的 不仅如此 牛顿爵士发现 即便是肉眼看到的太阳光 视觉感受上它是白光 但实际上它是用不同波长的光所组成的 用三能镜将太阳光分解成五彩缤纷的颜色来重复牛顿的试验 能镜试验告诉我们各种波长的光适当混合将产生白光 这种形式的波长混合称为加法颜色混合 这里涉及到的知识点是物理学当中的光的折射 比如在大雨过后 空气中的水分子较多 太阳光正射入雨滴或雾滴 经过这一类的液体介质 产生了光的折射和反射 将各种波段的光呈现出来 就形成了常见的彩虹 所以即便是肉眼所见的事物和光线 也仅能观看到事物的表象 眼见为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 而且有的人双眼看到的世界的颜色还会有一些不同 你可以试试晚上在睡觉之前 关灯 在漆黑的房间里看向窗外的光源 你左眼和右眼看到的光的强弱程度可能都不一样 两只眼睛的视力和对光的强弱的感受程度也不尽相同 还有色盲色弱的人群 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和常人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 先用莎士比亚的名言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在1780年写下一句话 We do not see the world the way it is We see the world according to our instruments 意思是我们每个人所看到的世界并非客观的世界 而是以个人的见识去解读这个世界 每个人的际遇经历教育背景 知识储备和思维方式不尽相同 解读客观世界的角度和立场也不相同 所以眼见为实并没有那么的真实 肉眼视力的局限驱侧着有思想有追求的人们去穿越现象 走往更大更稳定的真相的世界去探索去寻找答案 去接近去触碰宇宙的终极实在 这是三眼轮的面向之一 有些人他的某一项感官功能丧失了 但是这并无法阻碍他们对精神的追求和成长 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功 比如意大利毛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 是世界著名的男高音 他的歌喉给人带去非凡的疗愈力 贝多芬26岁时聪 却给世界留下了许多欲久弥新的音乐作品 海伦凯勒自幼逝去听觉视觉和说话的能力 但最终成为优秀的教育学家和作家 这些杰出人物的例子说明 某种感官能力的丧失 并不能够完全剥夺个人探索精神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与能力 每个人不论他所处的客观环境如何 都有机会去走往向内探索精神成长的道路 二 仙眼轮是被设计用来识别真实的 真实的事物具有稳定的规律 真实的事物被称之为规律 因为在特定的环境当中 它们不太可能是会变化的 比如说在地球上的地形引力 真实的事物不可能随时间和认知者的角度的变化而改变 好比我们说真实的认识的规律是 你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先有意识 再有外在的创造 如果是真实规律 也就是不管你承认或不承认 意识或不意识 理解或不理解 这些规律都是稳定运作的 与时间无关 与人无关 并且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证明 不可能被反正 也不可能被削弱 只有这样才被称之为真实 灵魂通过我们的肉身来体验二元对立的世界 而三眼轮呢给我们一个可能性一把钥匙去抽过二元对立 走往去我求真的路径 纵观古今历史提供过宝贵学术成果的物理学家 科学家哲学家们 他们是真正活用 极致的去发挥三眼轮功能的人群 哲学的英文是philosophy philos这个词根来自于希腊语 philos意思是亲爱的 亲密的 朋友的 用作动词是爱的意思 Sophie这个后缀呢 是智慧女生索菲亚的名字 意为智慧 Sophia这个女生名的意思就是智慧 所以哲学 philosophy就是爱智慧的意思 哲学本身是一个探索智慧与真理的领域 三眼轮与感觉知识和超感官知觉有关 三眼轮和大脑是相关联的 听觉触觉 嗅觉 视觉和味觉 这一系列的感觉 sensation 都需要通过大脑去运作和处理的 人类没有像巨蚀动物一样敏锐的嗅觉 没有像鹰那样绝佳的视力 也没有像蝙蝠那般的灵敏听觉 但是人的综合感觉能力 对外部视觉的感知能力 一定是相对正确无误的 否则人类将无法在自然中生存 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人类的感官 有些人不禁会问 牛奶中要加入多少糖才能感觉到甜呢 手掌上放多少颗重量的物品才能感觉到重量呢 工厂活紧的警报器音量要有多大 工人才能在喧嚣的机器当中听到警报声呢 想要回答这些关于感觉的问题 我们必须能够测量感觉体验的强度 这个议题是心理物理学的中心任务 它研究物理刺激和刺激所产生的心理行为 感官能够察觉到的最小的最弱的感觉能量是多少呢 绝对预现 Absolute Threshold 是测量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量 是感受性衡量指标 感觉 感官 认知范围的临界点的刺激强度 需要运用复杂的统计学和函数 去获得数据 差别预现 Difference Threshold 是描述人类对刺激变化的感受性 与刺激性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关系 《韦国定律》揭示了引起差别感觉的一定规律 但它只适用于中等强度的刺激 生活中差别感觉预现的例子有 当气温升高一度的时候 大部分人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但是如果气温揍升15度 从25度变成了40度 那么大部分人都会有感觉 还有就是网上戏剧的段子 800块的衣服可以买 8块钱的邮费不行 1000块钱的鞋子可以买 差2块钱包邮不行 这些现象都是来解释差别预现 人在面对外界的变化时 所产生自己感知的变化和行为的变化 上面提到的内容都和我们的五感相关 这些例子和现象 能让大家意识到 人体感官功能的延伸 和在日常的实际运用 那么在眼耳口舌之外的感受 我们称之为第六感 是由孙国体管辖的 也叫做超感官觉知 Extra Sensory Perception 它是心明感应 透视眼 超听觉和超同情等感觉的统称 中国民间有人将之称为神通或者是特异功能 对孙国体 我会另外出详细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1972年开始 美国的两位物理学家 拉塞尔·塔格与哈罗·普特霍夫 共同创立了斯坦佛研究所 这项在冷战时间启动的2000万美元的计划 得到了中情局 美国航天局 国防情报局 以及陆军和空军的情报部门的支持 在塔格著作的书籍 The Reality of ESP中 讲述了斯坦佛研究所 在20年间关于超感官觉知的试验 研究和探索的内容及数据 最著名的例子是超能力者 英格斯旺 作为第一个实验对象 经过几百次的试验 塔格和巴索夫证实 斯旺仅靠地理坐标 就能透视所在场所并绘制出地图 斯坦也能够摇视到 木星和月球表面上的一些实际情况 大部分人对三眼轮的兴趣 也是基于这些奇妙的超感官觉知的体验 但我个人对有一项开三眼的朋友们的建议是 在走入无形无相的世界之前 请先好好学习各学科的知识 和这个客观世界建立一个相对正面和健康的关系 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拥有积极阳光的心态 知书懂理 通小人群事故 有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 如果这些关乎于下三轮的议题 没有修建好构筑好的话 贸然开第三眼 恐怕大概率会让人的生活越来越混乱 恐怕会搞不清楚现实生活和幻想的 三眼轮的终极意义并不是第六感和超感官觉知 而是领悟知识 走向真相 不要执着开第三眼 不要着相 追求个人的精神成长和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才是和三眼轮更相关更共振的方向 和三眼轮相关的第三个话题是 想象力和可视化的能力 想象力 想象是心灵的工作 它有助于为经验提供意义 为支持提供理解 想象力是人们为世界创造出意义的一种基本能力 想象力在学习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人们可以通过听故事去培养想象力 绘画是培养想象力的福建之一 小朋友学习绘画的目的是保护和刺激他们的创造力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 同时也是儿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的重要途径 表达是喉伦的面向 在喉伦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说明 儿童通过绘画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所以说所有的脉轮都是相互关联 互相成就的关系 绘画需要调动人手的动手观察 语言和情感能力 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 孩子在9岁之前最好不要去找老师学习系统的绘画 9岁之后再去学习绘画 能更大程度的保护孩子的想象力 大部分孩子在9岁之后才能观察到人的动作 才能完全理解正面和侧面的区别 在儿童年龄较小时 尽量不要主动去教他们画画 不要给孩子过多颜色的画笔和颜料 尽量不要用土色书画画 因为这些行为会破坏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梵高的作品《星空》当中 没有五角星 没有弯弯的月牙 但是所有人看到画都能感受到夜晚的美丽意境 毕加索说 我用很短的时间就画得像为大师 但是我却要用一身的时间去学习画得像个儿童 可见想象力是多么的可贵 如果说你想要激活你三眼轮的功能 那么请你解释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和发挥到了多大的程度呢 爱因斯坦说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是无限的 想象力囊括着世界的一切 推动着人类文明发展 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我们现存的文明和知识 是源于古人们想象力的落地 而科技科学的进步 就是人类大脑认知覆盖了之前的想象力 严格的说想象力是科研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我们时常听到一个词条叫做科学假说 它是科学理论发展的思维形式 是人们根据已掌握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 对未来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 经过一系列的思维过程 预先在自己的头脑中做出的假定性解释 它是科学理论中的可能方案 也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方法 再说说可视化能力 在信力法则的显化原则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人们在演讲 倡议 激励 动员别人时 是运用想象力和可视化的能力 工化出一副完整的画面 最大限度的去调动听众的五感六觉 能够让人把情绪和行动结合起来 emotion and motion 情绪和行动 without emotion there is no motion 没有情绪就没有行动 所以如果你想要自己或者别人行动起来 你需要引起人的情绪共鸣 合理运用想象力和可视化的能力 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马丁路德经的《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他说 让自由之声 从新汉布什尔州的威俄风轮想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纽约州的崇山郡里想起来 他勾勒出的画面 能让听众的感受更清晰 更深刻 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 创造力是通往创新和发明的强梁 四 三眼轮涉及到的第四个话题是 人格独立 精神独立 践行反依赖 这个知识点很深刻 篇幅限制的关系 我将在下一支视频当中和大家散开区分解 之前的脉轮视频有提到过 越往上走 能量的振动越惊威 脉轮旅程的开始是稳定可见的物质世界 到了三眼轮和顶轮 是无形无相无身的精神世界 精神是难以量化和统计的 市面上的三眼轮的信息大多非常的窄 或者解释的是非常片面 笼统 有的信息甚至是错误的 这很容易误导人 或者是关于神通的这个部分 很容易引起小我的兴趣 引来大家错误的解读 它其实是三眼轮发展的一个复产病 如果大家真的想好好平衡自己的脉轮 让自己的频率状态往上走的话 建议大家多去自己看一些内容严谨的相关书籍 查阅相关的论文和文资料 我的内容给大家也是一个侧面的参考 一个真正平衡积极的三眼轮 是有识别智慧的能力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抱智慧和真相 一向内走 获得丰富的精神体验和终极自由 灵魂茁壮成长 以上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大家可以给我点赞 留言评论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的爱与你们同在 下次见 Namaste 拜拜